其实有很多事我们去古玩市场都是空手而归 由于财力的原因或者是没遇到自己心仪的产品 没办法 这就是生活 这就是收藏 收藏有时候还得需要眼力 财力和精力 记者缺一不可 但我们普通的收藏 就不能从一些武大民谣啊 官谣啊 这些刺激 就从普通的民谣入手 这是这也是基础 生活各方面条件的所局限 这是建设收藏 我画上去 这都是 西平渔寺 比如西平渔寺 刚才那几个王大凡 珠山八王大法那个做那个全是防品的 根本就不是画上去 是叶上去 这个这种东西比较有杀伤力 五十年代左右的 啊 这五十年代左右的 就是这个 对 这个刷刷的工艺是 这刷刷刷这个工艺首先是中国唐山药首先采用的 你看后面这管制 是一样一样的 回家我让你看看 但是底下那个行政河那个底呢就剩一个盖的缺东西 过去这种五六七的东西都没人要 现在呢五六七的人都要收成价 这不 哎不简单 我给你买一件事不去玩 这东西给你拿走呀 刚才你不是说卖那样二十吗 他三十块钱给我拿的 他找不开拿一百破不开 破不开 不是三十块钱你卖他了 他破不开钱 他还要拿点画 破不开拿一百我就破不开 那你卖我怎么试试 他没有圆妹 他拿的没有圆妹 谁拿谁有圆谁拿 谁有的圆子不知道去看好这个版 那你就没卖你 我可以他拿一百块钱给他活 破不开 这里就三块领钱 破不开他就抽一百 我有领钱我有二十块钱领钱 你卖我 他还要他三十块钱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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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伙子你不已经问他 他他们拿的一百块钱破不开 我都是三十块钱 他拿了微信 这个小贝人 大名崇化年制的伙子 里头这个字特别有用 你看 御赤万贵匪 御赤万贵匪作用 崇化皇的朱建神的崇飞 万贵匪 万贵匪比他大十七岁 从小在万贵匪的河湖当中长大 对万贵匪有很深深的炼母清洁 这是崇化皇帝 专门给万贵匪扫令 御用十七岁 你看 四个团缝 团缝文 贵匪的身份不就缝吗 光丽专门是龙 小饵 多 一对 稍微放着吧 那成化 大名成化 万贵匪的特制御用 那是纯假的 那假的都不能再假的 哎呀 我就是拍了 让大伙看看